今天这个视频应该是拍的非常简陋的 因为这个事情来的非常的突然非常紧急 就在昨天晚上的8点钟左右 Onion啰嗦病毒已经开始全网大范围的进行传播了 尤其是在国内我们的校园网用户是中毒的主力菌 已经有很多我的小伙伴 我同学向我反映他们已经中了这个病毒 就包括我们极客湾的一位小伙伴就中了这个病毒 它会把你的所有硬盘中的资料所有的文件给加密给封锁住 而且是物理磁盘上的封锁 也就是说你哪怕你的资料是放在非系统盘里 比如放在地盘里面 你的资料仍然是没办法幸存的 然后你就必须要向这个勒索者支付等价于300美元的比特币 然后他才能给你解锁电脑 并且根据一些小伙伴的反应 即便给他支付了这一笔勒索金额 最后他的资料还是没有得到恢复 也就是说这个就是一个骗局 而且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骗局 那么因为非常紧急 所以说我们以最快的速度做出了一期教程 来教大家如何去防范这个病毒 这一次的ONIM病毒之所以可以在教育网内部进行大规模的传播 主要是因为我国的教育网线路 他并没有像其他的一些运营商网络那样 对于445端口这样的一些危险端口进行封锁 那么此外 其实微软在三月份是更新过一次安全补丁的 把这个问题给解决掉了 但是接收到补丁的绝大多数都是Win10的用户 像Win7这样的一些更早的操作系统的一些用户 由于更新策略的问题并没有接受到这样的一个更新的补丁 那么如果你是使用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些安全软件 以及经常去更新Windows的安全补丁的话 应该是没有这个问题的 那么这一次中招的电脑大多数都是使用了Win7系统 加上这个教育网客户端的一些学生用户 那么废话不多说 我们赶紧进入教程 教大家如何对445端口这样的危险端口进行封锁 来避免你的电脑感染上邦静病毒 首先Win加二键打开运行 输入gpedit.msc进入组策略编辑器 在左侧编欄中依次选取Windows设置 安全设置IP安全策略 然后我们右键IP安全策略 并选择创建IP安全策略 输入一个IP安全策略的名称 比如说我们写445封禁 然后选择下一步 再下一步 然后完成 接着我们选择添加 再选择添加 输入任意的名称 然后再选择添加 这里的原地址选任何IP地址 然后目标地址改成我的IP地址 协议选择TCP 然后在下面选到此端口 输入445 在筛选器操作显现卡中 选择添加 然后选择阻止 给筛选器操作命一个名 比如说端口阻止 然后我们选上这个端口阻止 在IP筛选器列表里选择刚刚添加了这个筛选器名称 然后点击确定 最后回到IP安全策略 右键选择刚刚的封禁端口 然后选择分配 就成功地关闭了445端口 除此之外呢 还可能需要关闭的端口包括135 137 138 139 操作与上述关闭445端口的操作是相同的 不过有一个问题啊 Win7的家庭版是不支持组策略的 也就是说我们刚刚的教程 是不适用于Win7家庭版的用户的 那么Win7家庭版的用户 你就需要立即切断你的电脑网络 然后到微软的官网上下载安全更新补丁 我们已经在视频的下方给出了Win7的安全更新补丁的下载地址 如果你是Win7家庭版的用户 或者说你完全没有看懂刚才我们这个组策略的这样一个教程的话 请尝试在切断网络之后 使用别的电脑去下载这个补丁 然后安装在你的这一台Win7的电脑上 如果你很不幸已经感染了Oniun病毒 请立即切断网络连接 并立即关机 这样之后也许你的资料还有生存的机会 因为Oniun病毒它感染你电脑之后 首先要对你全盘的数据进行加密 这个实践是取决于你硬盘的大小的 比如说1T的硬盘 它可能需要加密数十个小时的时间 然后同时它会生成一个密钥 上传到它的这个服务器上面 那么如果你有幸在第一时间发现了你电脑中病毒 并且在第一时间断网 第一时间关机的话 你还可以把这个硬盘取出来 然后找数据恢复公司 或者插到一个能够读取你硬盘的电脑上 去看一看你的这个关键数据 你的论文有没有被加密到 如果还没有遭殃的话 那么恭喜你 你是一个幸运儿 其实病毒这个字眼已经很久没有出现在我们的视野当中了 那么这一次Onion病毒攻击也可谓是这两年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病毒攻击之一了 包括我国的这么多的学生都受到了影响 而在国外的话很多的政府机构 包括我听说很多英国的医院也受到了这个病毒的攻击啊 这是一次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的病毒攻击 这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啊 平时一定要养成定期备份文件的好习惯 并且尽量使用最新的Windows10操作系统 并且养成这个定期进行Windows更新的好习惯 这些好习惯呢 可以让你在发生这种严重的事故之前防患于未然 对吧 那么废话不多说了 如果你还没有备份你的文件 如果你还没有开始这个准备这个对抗这些病毒的话 要抓紧时间了 那么也欢迎关注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极客观 我们下一期节目再见了